骨头去雕的 你用火烧它 它就变成焦炭 就黑掉 就变成黑面将军 用毒药 用毒药给它 它无所谓的 用刀砍它 我记得有一阵子 台湾 河里面飘了好多 土地宫 佛像 怎么样子 都是被刀砍的 砍手 砍脚 那个都是迁怒 因为那时候在玩 大家乐最盛行的时候 大家去求 求得到 马上给菩萨穿西装 菩萨穿西装 穿神衣 装扮的 给它粉刷得很好 很庄严 结果它共沽的时候 共沽 就是大家乐没有了 钱输光了 它就迁怒到佛菩萨 没有保佑它 它跟它求过了 把它抓起来 就把它砍手 砍脚 丢到河里面 所以河里面很多浮起来 那些佛像 这些土地宫 这个城房 通通在水里面飘 通通漏难 这个里面就是讲 你用刀砍它 它也不会怎么样子 它是木头 它无自信 用水 你把它丢到河里面去 它还是一样被你丢到河里面去 它不能说 咻 它就飞走 它就不见了 这个偶像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自信 或用什么金刚 或给它损坏 用火烧 用砍 它没有扫 无有扫 昏不醒 它不会不翻喜 它便没有不高兴 因为它没有信 没有自信 你假如啊 像那个 你大家乐 刚好猜中了 哇 你就给它 供养很多吃的 供养很多吃的 给它 给这个偶像洗澡 沐浴 给它涂香 涂香水 给它穿滑慢 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 给它用这个 最好的龙老香 人天种种 上妙的妙迹 给它供养 它也不会很高兴的 它也不会很欢心的 因为它本身是不动的 这个意思啊 就是要讲 你自己本身的修炼 要像跟那个偶像 一样的这一种境界的时候 对于人家在恼怒你的时候 你不怒 人家在赞扬你的时候 你也不喜 要到这一种境界 这是无相宜家的一种基础 这个我们讲 修行的境界很高了 就是不动心 这活菩萨 当然偶像 都是不动心的 完全随你行者的心意而转 那么今天呢 他做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讲 为什么 这个人会动心呢 是因为 由自己本身 人本身有感觉 因为有感觉 由我慢故 我直故 引发起颠倒 希望分别 因为这个人啊 本身啊 是有遗夫 遗妹的这一种自信 所以当一个修行人 要实时 要想念自己 本身的身 是空性的 无自信 心是无自信 你看看 这94月最后一段 最后一行 心无三世 当私离三世者 既有自体眼离住相 心也没有什么三世的说法 也没有说过去心啊 现在心啊 未来心啊 这个三 心无三世 当私离三世者 既有自体眼离住相 心也没有什么三世的说法 也没有说过去心啊 现在心啊 未来心啊 这个三 心不可得 金刚经里面的话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三 心不可得 就是说 根本也没有三世的心 当私离三世者 要离开三世的之说 要离开三世的之说 由自己的体啊 由自己的身体 厌离所有的相 这个就是进入无相 瑜伽的一个方法 那么如何去证得无相 妙三魔地呢 如何去证得呢 他这边也有写的 第九十五页 第三行 如是观察身心 便能证得无相 妙三魔地 你要常常观察你的身心 做智慧上的观察 所以 一个修行的人呢 能够修到 修到这个不动的境界 是很不简单 他要修到无相三魔地 才有可能 到不动的境界 人家赞扬你 你也不觉得什么 如如不动的 不是说 能给你吵着 你就啪啪跳了 就啪啪跳了 或者人家骂你一句啊 你就睡不着 就烦恼 就起了这个 厌离的心 起了愤怒的这一种心出来 人家讲你 骂你 你心里就受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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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